好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香港市场方面 连线到方商 方商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好吧 好的 雨飞我们首先看一下香港股市方面 香港股市昨天收盘这个跌幅是接近1% 那昨天大市是有接近1000只股份出现下跌 上升的股份是不足400只 那昨天下跌幅度最大的两个板块就是中资金融股以及电讯股 其中中资电讯股是出现了全线的下跌 跌幅比较大的有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是下跌0.9% 那中国联通也是下跌了3% 中国电信是下跌了3.1% 另外今天香港市场的焦点除了是深港通这个消息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香港政府公布的最新的失业率是上涨到了3.4% 那这个失业率是创下了两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当中是以建造业以及零售市道的这个升幅是最为明显 那香港零售市道持续疲弱啊 同时莎莎也是公布了第四季度的盈利盈利业绩 那数据是显示这个莎莎的营业额是录得负增长 按年是下跌了15.1% 其中在港澳市场的铜电销售是下跌了17.6% 主要是因为内地游客大幅下跌所致 那以上就是香港市场的最新消息 余飞 好的 非常感谢方商